近期、三期、异世界、豪腾等知名游戏公司纷纷开始突破传统的素材投放方式,转向品牌代言的策略。 这一变化预示着小游戏市场的全新发展方向。 在小游戏领域,市场竞争日益激烈。 过去,游戏公司依靠素材投放来吸引用户。 但现在,这种方式逐渐变得内卷化。 即竞争过于激烈,效果越来越难以突出。 为了脱颖而出,品牌代言成为了新的策略。 通过邀请明星代言,游戏不仅能够吸引粉丝的注意, 还能够通过明星的影响力提升品牌知名度。 这种策略的转变,是市场与产品端发展的必然结果。 游戏厂商不再单纯追求流量和知名度, 而是更注重与产品调性的匹配。 利用代言人的影响力去调动玩家情绪, 从而引导玩家关注产品。 但这一转变背后也存在挑战。 例如,如何有效地将代言人信息传达给小游戏玩家, 以及代言人策略在小游戏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。 这些都是游戏公司在采用新策略时需要考虑的关键点。 综上所述,小游戏市场的这一转变反映出行业正在迈向更成熟, 更精细化的营销策略。 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一趋势如何影响整个游戏行业。